10点 我可是临城江家独自 江城的未婚妻 不管你是谁 你们放开我 今天男人牵着剑销哉 抓住他 追 顾总 又被陷得去救人 再等一下 本来不行用这招 顾总 这个小妖子不听话 真逼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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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婚出江城 先生 麻烦把我送回江家 我未婚出江城 一定会好好打谢你 你清醒一点 先生 麻烦把我送回江家 我未婚出江城 愚蠢的女人 顾总 搞定了 印象就怎么样 神智不清 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 我好难受 麻烦把我送回江家 我会婚出江城 一定会 好 我帮你 顾天宇 你现在身无分文跟流浪汉没什么区别 你有什么自个找我 江城 你这个混蛋竟然为了钱出卖我 人不畏己 天出地灭 要怪 就怪你太难处了 你们给我好好教训 从今往后 我要顾天宇从临城彻底消失 在国外的这几年 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让江城也尝一尝这一百涂地的滋味 三天后江家大婚 我要亲自去现场当中送她一份大礼 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 紫墨的爸爸在世的时候是我的生死之交 我答应过他 让紫墨过上幸福的生活 紫墨呢既是我的养女 又是我的儿媳 在这里我衷心祝福他们小两口 幸福快乐 白头偕老 今天我终于能跟心爱的人结婚了 林芷墨小姐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永远与江城先生不离不弃 永结同心吗 我愿意 江城先生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都与林芷墨小姐 不离不弃 永结同心吗 我 江城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问一下下注的各位 谁愿意娶一个水性洋花的女人回家做妻子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 我血口喷人 你自己看看 你也不归宿轻时再回家 到底跟谁归婚去了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他根本不爱我 他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们江家的财产 否则你也不会吃亚爱 林芷墨 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男人到底是谁 是我 顾天宇 顾天宇 他不是在 抱歉 我来晚了 你怎么来了 我顾天宇愿意娶林芷墨小姐为妻 此生不管顺境逆境 我将永远对他一心一意 相濡一墨 白手到老 石墨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跟江城之前 不过是有些小误会 等误会解除 江城只是过意想让你出丑 我才是你的救命稻草 顾上 今天是我儿子的婚礼 你这有点不太合适了吧 江伯父 你不如先看看接下来这一幕 赵晴 给我把这个女人毁了 这不是你的未婚妻 林芷墨吗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她 跟她在一起就是被了拿回我们江家的股份 前几天我已经和她发股份赶安给我了 只要我在婚礼现场宣布她已经脏了 我爸就没办法再逼我娶她 明白吗 明白 天明他妈跟着我 天明他妈跟着我 芷墨 你愿意跟我走吗 林芷墨 今天就算我不去你也不能跟她走 你也不能跟她走 你 爸 你啊 爸 我才是你的妻子儿子 林芷墨的股份本来就是我的 臭小子 只要我还在 我想把股份给谁 就给谁 我现在就打电话 让公司把你开除 等等 你还想干什么 江振海你别忘了 加上林芷墨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我才是公司最大的比方 现在你手底下那些老头子都已经顺利了 该退休的应该是你 你 你子 我 谢谢你又帮了我一次 我知道怎么才能回报你 你在江城身边那么久 应该对江市其他情况十分了解 我想你到我身边来 跟我一起打个江城 我帮不了你 我帮不了你 我高二那年 父母突然车祸身亡 是江伯伯收留了我 给了我一个家 七年来 他带我像亲生女儿一样好 不能恩将仇报 没想到 他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其实对江家父子的情况 你还不完全理睹 什么 江伯伯住院了 你还要我丢进脸面还想跟顾天语在一块 我平平让你哪都拒不了我 江城 你赶快把从我那儿骗来的股份还给江伯伯 林石墨 你现在自身都难保了还想管我爸的事呢 现在江家是我的 江市集团也是我的 你要想继续在这蹭吃蹭喝就得经过我的运训 公司是江伯伯一手创立的 你没有资格据为己有 好啊 那你就跪下来求我 并且答应我远离顾天语 我就答应你 以后多给我把张力囤秀金 别做梦了 辞职信我已经发到公司邮箱了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不批准 你哪都别想去 你还不知道 我跟公司签的是临时合同吧 只要我想走 谁也拦不住 你要是想走 就让你在凌晨活不下去 林指墨 我等着你回来求我 看你女人好眼神啊 她是不是跟顾少的妻子叫林指墨 啊 对啊 她不是在江市集团是什么高级助理呢 跟我们一起 她应该是这么初级之文 现在关于她的新闻天地都是 她现在是热搜第一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林指墨你可以回去了 为什么我还没有参加面试 是 抱歉是我们搞错了 您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 是哪方面不符合 请您解释一下 我说不符合就不符合 不需要理了 你们先走 我跟林指墨单独聊天 好吧 好吧 林指墨 好久不见 听说你这几天面试了二十多家公司 没一个要你 还没吃过骨头吗 江城 果然是你搞得乖 你放心 我不会回江市集团的 别着急下井了 一会儿还有警戏 好 房东你好 什么 房子不能租给我了 房子要收回去 为什么 江总 好 我明白了 林指墨 江家的大门 时刻为你尝尝 你 林指墨 整个凌晨都给我江家面子 不敢收留你 你要么跟我回江家 要么睡天桥 江城 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越来越厌恶 今天再会厌 跟里面的垃圾 林小姐 郭总让我接你去用餐 带我去 走 不许去 你敢 现在整个凌晨都穿 顾天宇给我带了绿帽子 你要是敢去 我绝绝不了你 你了解 你 顾天宇 我跟你合作 怎么 被逼得无路可走了 才来找我 但是 我有个条件 你从江城那里引到的一切 需要分给我一半 看不出来还是个贪心的女人 好 我同意 面试了这么多家公司 累一天了 多吃点 谢谢 以后 在别人面前 我们还是继续假装夫妻 免得那些记者又乱写 从明天开始 你就到故事集团人事报道 好的老公 有什么问题吗 从今天开始 你就到我那去住 无论是假装夫妻还是做助理 只要能把属于姜伯伯的一切夺回来就好 等她醒过来 再把这一切都还给她 啊 这里没人 不用装情恶 没有 我 脱鞋太大了 小云 过来借下止末 带她去认识下路 顺便给她安排一间客房 好的少爷 你就是那个脚踩两只船的林纸墨呀 我看长得也挺一般的 不然呢 我还能有三头六臂啊 外界都传言说 你床上功夫特好 不然怎么能同时迷住少爷和江少 我看 这床还是你自己扑吧 反正床上的事都拿不倒你 唉 连一个女仆都敢这么嚣张 看来这在顾家的日子 一定不好过呀 少爷 少奶奶她嫌我脏 非要自己扑床 哦 我什么时间在哪里跟你说的 原话是什么 你 好了 她既然这样说了 那你就洗洗手再补床 以后 别跟我提这些家长里短 少爷 我觉得欧阳小姐 身材好 学历高 出身也好 我一直都觉得你们两个更般配 所以欧阳威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给纸墨也倒杯水 小云 夫妻之间呢需要互补 就像和你家少爷这样 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我们少爷这么优秀 小云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纸墨才是这里的女主人 知道了 我去忙了 欧阳威是谁 明天你就会见到她了 我身边除了对付江城 还有许多你要应对的人 你要做好准备 唉 看来这个顾太太 真是不好当的 明天早点报到 我先睡了 高二那年 父母突然车祸身亡 是江伯伯收留了我 给了我一个家 这里没人 不用装情恶 这里是顾总一天的行程 还有他的爱好 给你一天时间要做到倒杯如流 来 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这么厚一半 沐天宇可真是难伺候 你就是那个穷人出身的叫什么墨的吧 欧阳律师 这位是顾其身助理 您只默想你 说吧 多少钱 你才能离开天宇 什么意思啊 别装了 像你这种穷人出身的女孩 想挤进我们上次儿的圈子 不就是为了钱吗 我不认识你 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以先走了吗 欧阳律师 她毕竟是顾总新选的 我们应该对她尊重一些 天宇一定是疯了 行 不能让她跟这个女人在一起 这是上一次招商会 几个批发商送来的样品 你尝一尝 看看哪一个更好 倒是能挑出一两种上层的产品 但是跟交涉的产品比较 差距有点大 天宇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出去 喂 林子墨是我 你没有权利命令她 天宇 你是被她迷惑了 我劝你 拿点好处费 就立即消失 否则 我会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欧阳律师 你是学法律的人 应该知道 饭可以闷吃 话 不可以乱说 好 那我就让天宇看看 你究竟是什么 里面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你跟天宇离婚 就得净身出户 欧阳威 你得闹 天宇 如果林子墨心里没鬼 她就敢立马签了这份协议 但是 我知道她不会签 因为 她就是为了钱 协议 在哪里签子 告诉我 把协议给我 等我签完你再看 在这看 林子墨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会跟你离婚呢 等我们报复完了江城 如果是为了弃江城 才结婚 那就更应该签协议了 我顾天宇 是不会用结婚 这种事开玩笑 欧阳威 跟谁结婚是我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过问我的事 天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你以前都不会这样 跟我讲话的 出去 林子墨 刚才我说的话 我知道 你是为了让欧阳伟死心吗 别生气了 怪吓人的 你真的想跟我离婚吗 你跟我在一起 只是为了对付江城 不然呢 你真的想跟我离婚吗 不然你是怎么想的 以后别再让我听到离婚两个字 出去 你怎么来了 我们是模范夫妻 不能让你一个人吃饭 你这样突然坐过来 大家都瞅我 老婆 尝尝这个 大家都看着呢 还是脸一下吧 你笑得太假了 今晚跟我回去见父母 这跟包袱江城有什么关系 我妈朝着要见你 另外我已经安排了媒体 报道一下我们夫妻感情深厚的事实 气息江城 其乐无穷 江朝 咱俩也算是第一次约会了吧 你就带我来这种地方 把你帮穷人坐在一起 把我家都租出去了 那换人家店不行吗 非得 这 我很忙 你让开 林志默 林志默 我要是把你当初怎么低三下次求我的事 告诉顾天宇 你说他还会要你呢 顾天宇那么恨你 怎么会相信你说的话 好狗不挡道 你给我让开 你凭什么骂人啊 真是个白眼的 江家白眼你这么多年了 忘了介绍 林志默 我的新女友 方家雪 你还没有跟江城结婚吧 算是什么江家队 给你洗洗脑 劝你清醒点吧 给你洗洗脑 劝你清醒点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你敢哭啊 安静点下去 你松手 你放手 安静点 谁敢动他还想试试 顾天宇 林志默 林志默这七年为了讨好我脸都可以不要 这种贱人也就你看得上 那你江少还对他死缠烂荡 一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样子 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吗 妈你怎么来了 我和你爸在包厢等你半天也不见你回来 就出来看看 遇到什么麻烦了 姑伯母 好久不见了 真没想到咱们会在这儿遇见 我们认识 天宇 这就是子墨吧 是的 伯母好 真乖巧的姑娘 走 我们回屋台 姑夫人等一下 林志默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林志默爱慕虚荣 花了无数心思在江城身上 转眼就爬上别人的窗 这样的女人啊 我劝您 她是早点远离比较好 免得葬了回家 你说过了没有 我倒是觉得呀 江城 江城 配不上林志小姐 植墨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你 却把拉子 当成了宝 你 还不给救人吗 开始吧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条项链 它会带来好运 我把它当见面礼送给你 不不不不 伯母这个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怎么 你是想要买一条新的吗 当然不是 谢谢伯母 我母亲真的很喜欢你 这条项链她戴了十多年了 这项链 还是交给你保管吧 我又不真的是你老婆 林志默 你想跟我成为真正的夫妻吗 不想就算了 我开玩笑的 这条项链你留着吧 我妈看见你戴肯定高兴 嗯 就怪你 就怪你 你瞧你家店 是不是为了去见林志默那个狐狸精 你是不是试过得她 好了 我就故意去骂骂她 你别动了拆起 这抬起不好 就信着 江城 你也知道我这肚子等不了了 我打算从今天开始 就搬到你这住 行 你去找个下人 安排个房间 嗯 去吧 江城 这是我跟专家讨来的养生茶方子 要趁热喝 就是个破茶你摸起碗你烦不烦 赶紧走 走啊 走啊 林志默 你就算不能跟不在一起 不能去找古典 林志默 你想给我成为真正的福气吗 难道顾天宇真的喜欢我 哎呀 怎么总是想起这件事 冷静一下 林志默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是夺回江伯伯的公司 奇怪了 后面那辆车怎么一直跟着咱们 是江城 我认识他的车 赶紧甩掉他 林志默 林志默 我手上有你爸爸的遗物 想拿回去就甩掉赵秦 单独个检 赵秦 我有点私事要办 你把我放在路边 好的菜菜 东西呢 上车 把东西给我 我自己打车走 随便你 你不上车 我就把这破了多久点 还有多久到 你什么意思 今天跟我在一起 哪都别去 没用的 没用的 咱们已经到了郊外 手机没有醒了 林志默 给我送杯咖啡 顾总 不好了我连行不上林小姐了 离开顾天宇 回到我身边 江城 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既然都是我做的不对 可是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也该消气了吧 我麻烦你搞清楚 我是厌恶你 请你不要一次又一次的 出现在我眼前 林志默 你跟郭天宇睡了对不对 所以你这慕斯敏大爹 你就是这么下贱 你敢揍我 林志默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你不知道 林志默冷静一点 郭天宇也能给吗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而且我能让你更看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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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 有啊 啊 郭总江城的车走 你 啊 你 你在这儿 我半天了 半天了 啊 你爷爷来了 我 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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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 臭 江城约你你就去 你为什么不提前来问我我的意见 我觉得 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麻烦你 赵晴 百人过头 以后你二十四小时跟着他 啊好 没有必要 我们只是合作伙伴而已 我下次自己注意点就行 答应我 以后碰到什么事都跟我说 没有必要 答应我 知道了 江城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别提了 你上次让我丢林纸墨的东西 是不是他干的 都说了别提了 林纸墨 我已经让人把你的东西都搬出来了 你今天抽空都给我拿走 我在上班 不能请假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要是不来 我就都给你丢掉 今天顾天宇要件重要的客户 想取东西这种小事 就不用麻烦他了吧 师傅 去江家别墅 好的 你们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谁想弄你点垃圾 林纸墨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大本事 敢打我的男人 今天 你给我跪一下 扣三个小偷 并且喊自己是贱人 我就把这堆垃圾给你 冯家雪 你不要太过分 贱人 我看你还敢嚣张 你们一个个 我以前怎么对你们的 你们要包很负义吗 现在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听话的 揪脚筋 不听话的 就给我滚蛋 林小姐 对不住了 啊 啊 啊 今天不给你些教训 我就不幸逢 我都要看看 你除了会勾引男人 还有什么本事 好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啊 啊 哎呀 我的肚子 刚才怎么对我 我现在偷偷还回来 啊 你还敢打我 把东西还给我 我给你 都给你 给你一句忠告 人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 随便请 早晚要早报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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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 你怎么 不打招呼就跑出来 不会 你这算矿工 只要你点个头 我就帮你找人对付孔佳雪 算了 她现在 连我在 里面 不用麻烦了 每次不想麻烦我 每次都是我迷晓后 这一次真的没事 你没看到佛家雪的样子 这样你长得起来 你俩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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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愿意让我做你老婆 你答应了 不过 我可是很卖家的 你轻点 我该 顾剑玉 帮我个忙 腿上我看看 这个我自己来就好了 害羞什么 早晚都得看 我的体质是这样的 随便一碰就会轻掉 其实不疼 也得擦药 天宇 我看林芷末就是变不出来 他要真的没有能耐 江城还不正用他 还能让他这么跑了 怎么样 这三杯哪一杯品质最佳 中间这杯 茶汤透亮 无异味 不四口 回味醇香 那能猜到是哪出产的 有可能是北城的许村 能猜这么准 我看是懵的吧 我在江城身边那么多年 跟着他去过那里几次 每次村长都是用这种茶招待我们 那你可以详细说说 江城跟谁 怎么见面谈收茶的 我顾天宇 不需要 我能凭自己说服许村 做我的独家供应商 天宇 我可提醒你 他在江家待了那么多年 心里早就是江家人了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在骗你 林芝莫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想要证明的话 那就告诉我们 许村村长的联系方式 还有你跟江城多久去一次 每次去几天 去了都做些什么 如果连这些你都说不出来 那你就是在撒谎 没问题 我可以说 但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或者我说什么 你都能跳出毛病来 那我懒得费口水 这就是你长得见好吗 这也太牵强了吧 够了 欧阳威 你说够了吗 我相信执诺 天宇 你以前从来都不会亲信别人的 你现在怎么变了呀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没用的 你出去吧 这个欧阳威 总是给我找麻烦 不管他说什么 我都相信 马上给我这明早 去北城的机票 明早就走 明早就走 那也太快了 想赢 就是得比别人快 今早涂了什么 这么香 新买的面霜 今天吃了什么 这么甜 今天好像还没有吃过甜食 哦 那我再试试 对了 今天下午没有其他安排 咱们去把结婚整理 不是应该选个好日子吗 择日不如撞日 顾天宇 今天我来为家学讨回公道 日向的话给我让 林竹墨 你把家学摔得卧床不起 今天我就找你好好算 你不如问问他都对梓墨做了什么 这丫头在外面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 谁都不知道找人扑诉 可笑的是 她在你身边整整七年 我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现在我们就要去等证了 以后 你不要再来纠缠我 你江城不就是这样 失去了才为珍惜 为了报复其一个 爱的女生 你有什么资格少 我跟你江城可不可以这样 什么是我想要说 哎 家学 啊 我在公司开会呢 我马上回去 好 怎么不敢跟冯家学说实话 怕她知道你还在外面缠着别的女 我的事你少管 哎 以后不能聊小哥哥了 死了这条心吧 有夫之妇 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我的结婚证 以后啊 你的结婚证 还是放在我这里保管比较好 真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行李都没带 需要什么就买 男人挣钱就是给女人花的 老板万岁 打工人给你点赞 那打工人什么时候改口 叫老 赵新怎么回事 好像是欧阳威的车 天悦 林芷末她不能跟你骑走 欧阳威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 林芷末作为你的贴身助理 很多你签过字的资料 都由她来保管 而这些文件存放在哪 只有她知道 譬如呢 譬如 我需要一份 关于公司管理制度的文件 只能跟她要 天悦 欧阳律师说的也有道理 我还是跟她回去吧 欧阳律师 你能说一下具体需要哪份资料吗 我只是想制止你 贴近天语 迷惑她 我走 你怎么一句话不说 是担心太太吗 那次去许村还要考察察员 估计三四天回不来 哦 我懂了 原来你是怕呆在担心你 赵琴 帮我把飞机票改签一下 好 我们已经领证了 你还不死心 领证 领证又怎么样 我就不信 你这些她没有别的目的 说的冠冕堂皇 明明是为了一己私欲 想破坏别人家庭 你给我松手 点自别人的老公 就是这样的下场 林芝麻 松手 天语 你怎么没走啊 我要带林助理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 客户 什么客户 我怎么没有 天语 天语 哇 好漂亮啊 你是不是想听我这样说 哪个女人不喜欢这些 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 我小时候亲生父母总带我来玩这些 我早就玩你了 那你就当陪我喽 姑且 那一个大男人 玩过山车玩成这样 哎哟 过山车玩了三次 跳楼机 四次 大白锤 六次 林芝麻 先不说其他的 你是不是骗我 明天我就要走了 你不会孤单 那 竟然是太小看了 撒谎 鼻子可是会变长哦 自从李劳正 一直忙 一群群群的忙 重要的事都能做 什么重要的事 我说过 等我回来 我要完完整整地得到你 都要走了 还在想这些 照顾好自己 这林芝麻简直就是个狐狸精 不然少爷怎么陷进去那么快 没想到 你跟我 都是人间清醒 你简直是我的知音呢 欧阳姐 趁着少爷这次出差 可是个教训林芝麻的好机会啊 没错 要让她知道 这顾家的少奶奶 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过 还是需要你配合我 没了摄像头 就算我们怎么教训林芝麻 少爷都不会知道 林小姐 少爷说 让我每晚给你倒一杯 热牛奶 我不喝 不喝正好 干嘛浪费一杯香甜的牛奶呢 拿来 这牛奶的催眠效果 还真是不一般 又来找我麻烦 好 这次 就好好教训一下 侯阳玉神 你是个聪明的律师 应该不会知法犯法吧 小云 他说我犯法 我只看到 他喝了杯牛奶 睡着了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说吧 只要我到底 他不是被下了药吗 怎么还这么嚣张 都说了 都说了 让你把药莲家打定 别看了 监控早就被我关了 现在我们怎么对你都行 这次只是让你睡一会儿 下次 可没这么简单啊 你最好自己滚出顾家 说实话 我还真没太做好准备 接受顾太太这个身份 结婚了 都看不了外面的小哥哥 我亏大了 不过这话 我可不敢跟顾天宇说 他会吃醋 你 你太不要脸了 对了 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前段时间啊 做梦梦到了我过世的父亲 他跟我说 要是碰到有谁欺负我的话 他一定会去找他们 你玩这点小戏梁有意思吗 看你们害怕的样子 我真是太开心了 你别废话了 说 你到底怎么样强的 欧阳律师 你你的资产 抵得上顾天宇的一半吗 我让你消失 听不懂吗 你问这个 要我消失 也要给我满意的条件 看你的样子 把你卖了也抵不上他的一半吧 你果然是看上他的钱了 好酷啊 没事 赶紧 赶紧走 林芷墨 你个大骗子 你不配吃顾家的沙发 林芷墨 你杀人 欧阳威 这里是我家 你再不离开 我报警了 欧阳姐 欧阳姐 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呀 我们是要杀杀他的锐气的 怎么现在他更嚣张了 那还能怎么办 你看看我这脸肿的 我要跟少爷告发林芷墨 说他虐待我 你给我作证 天宇平时最讨厌别人 拿这种家事来反他 你听我的 千万别跟他提这件事 我就不信了 我跟少爷这么多年的情分 他会不信我 我以为你明天才回来 想给你个惊喜 看你吃得好 睡得好 一点都不想我 本心没肺 谢谢老板的奖励 老公给老婆卖礼物 应该怎么表达歇业 我说过 等我回来 我就要完全得到你 少爷 等餐做好了 你的脸怎么了 少爷 我没事 我就是个女仆 有些人说 打我骂我 我就应该受着 到底怎么回事 把沙漠拿开我看看 谁打的 如果真的是我打了你 家里的监控应该有记录 拿出来看看啊 监控 别看了 监控早就被我关了 现在我们怎么对你都监控 那你这空口无凭 谁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弄上了 跑过来冤枉我 少爷 真的是林芷末打的我 不信的话 不信你问欧阳姐 她亲眼看到我挨打的 小云说 看见芷末打了她 欧阳姐 林芷末打我的那天你也在 你知道林芷末是怎么想的 你快给我作证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小云在说什么呀 这几天我都没去过顾家 欧阳威 你现在开始撇清关系了 我做的一切都是你教我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可以告你诽谤的 少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撒谎啊 少爷 那好 那我就来说一下 天羽不在的这几天 你和欧阳威都对我做了事 下面要关摄像 私自把欧阳威放进来 你真以为你是顾家的主人了吗 少爷 这些都是欧阳威教我做的 少爷 别给我装无辜 明天我就让赵醒给你结算工资 你立谋高就吧 少爷 我从小就在顾家长大 你不能去这边赶我走 我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顾家好啊 少爷 小云 犯了错呢 就要承担后果 你做了这些 天羽没把你交给警察 已经是仁慈了 我做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看在你在顾家 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会再给你立不偿金 少爷 这我还没有改变主意 你走吧 少爷 还有欧阳威 你想怎么做 算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每次受了伤 最后都选择让步 又是怕给我们热麻烦吧 直默 我不会让你 故意找记者拍照发稿 装什么母凡夫妻 江总 不好了 亲爱的 快尝尝这个 这是我亲手泡的茶 绝对强过你 而且我还可以代言他 做你的助理 好 我要让他们知道 少了林纸墨 我江城不受任何影响 这什么茶 这么难喝 这 这就是江市产业生产的顶级茶包呀 你以前一直喝的 怎么回事大爷 本来就是向您汇报这件事的 刚许村村长说 他们已经和另外一个公司 签了独家代理合同 谁这么大胆 敢抢江家的生意 行啊 不用说我也知道是谁 顾天宇这个孙子 你放心 我去找村长谈谈 肯定帮江家迎回这一局 好 去吧 天宇 这什么意思呀 这是高端相亲会 里面有很多优秀的青年才俊 你年纪也不小了 我帮你报了名 我不需要 我又喜欢他 欧阳慧咱们只是雇佣关系 如果你再这样 我就请你父母来劝你 顾天宇 我喜欢了你那么多年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再说下去我就要考虑换律师了 你跟汪阳慧说什么了 没事 今晚你带我 我怎么心跳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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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心跳越来越高端 我不想再听她 我怎么回来 我怎么了 原来你没睡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 怎么睡得着 那你抱我抱这么紧 放近一点 不冷静的是你 谁让你待万一偷看我 那你抱这么紧怎么睡啊 你松开手 你在乱动的话 我就让你感受什么叫干柴烈火 老婆 你先去乖乖做好 你这样我怎么做饭呀 不要 我要抱着你 乖 一会儿再跟你抱 没想到 顾天宇也会撒娇 天宇 吃饱了吗 新的女佣还没招到 最近辛苦你了 不然呢 家务总不能没人做呀 那这几天你就在家休息 助理的工作 我让赵琴跟你顶着 好 我现在过去 公司有急事 我得先过去了 行 喂 是江伯伯吗 执墨 我刚醒了 你快过来 江城 江城他要造反了 喂 江伯伯 江伯伯 对 对 好 你干什么 把手机给我 我都听说了 这个蠢女人 去许村 和村长谈判 还嫌弃人这个 嫌弃人那个 结果被人赶了出来 还有你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跟了我二十几年的老员工 你说辞退就辞退他们 我那是为了节约成本 难道要养他们一辈子 要赖就赖林芷末 是他帮着顾天宇搞的江氏集团销量下滑 爸 林芷末就是恩江仇报的毒蛇 你别叫我爸 你不是我们江家的人 我不会让你 进我们家门的 那就不是您说的算了 我马上就要跟家学领政了 要给他和孩子 一个名分 少爷林芷末来了 芷末 我要 我要见芷末 你 我要见芷末 方家学 江伯伯在哪 我要见他 那你应该去医院的VIP病房 来我们江家干什么 我去问过医院了 医院说你们已经把他接回江家了 如果你们不让我见他 就是变相求见他 你真可笑 我不告你擅闯明宅就不错了 江家的户口本上 写的还是我林芷末的名字 冯家训 你好像还没和江城结婚吧 到底谁才不属于江家 不得 让开 林芷末 你要是想见江振华 就跟我老实一点 否则 你就是把江家翻个底朝天 你也找不到他 给我带路 江振华就在里面 把我出去 把我出去 让你来江家捣乱 饿你个两三天 看你还敢跟我叫笑 林芷末呢 走走啦 打发他很不容易 怎么 你不会是还想见他吧 哭了什么 我去当公司 今天要把那些老头子开除 需要我签字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 赵琴 喂 芷末今天出去的时候 跟你说他去哪了吗 没听说呀 好了好渴 顾天宇 顾天宇快来救我 林芷末到底在哪儿 马上给江城打电话 顾总 您这是怀疑又是江城绑架的林小姐 什么在凌晨除了江振华 就只认识江城一个熟人了 如果这次又是他搞鬼 肯定能问出破斩 顾总 喂 那位 顾天宇 什么 林芷末失踪了 他没回家吗 你干嘛 我把林芷末关到客房了 什么 你把林芷末锁到客房了 正好借这个机会 教训一下顾天宇 江城 我就是问你 纸墨在哪儿 你找这么多人等我 不愧是心里有鬼吧 想知道答案 赢了手下再说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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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被锁在了客房 赶紧带我过去 否则我全都不分男女 之前公司 这次差点破产 是那些老部下 拿出积蓄 才让江伯伯 渡过难关 江城这么做 是想气死江伯伯吗 你身体刚恢复 先别想那么多 来 先把鸡汤喝 林小姐 林小姐 这可是顾总第一次亲手熬的鸡汤 味道怎么样 是吗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哪个大厨熬的呢 赵琴 以后要改口 叫顾太太 顾太太好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江振华所担心的 无非是那些老部下老无所依 我已经告诉他们 下周就来顾氏集团上班 那会不会拖累你们呀 毕竟顾氏集团也刚刚起步 那里人让我顾太太 每天哀声叹气一样 江城这个傻子 江氏集团这些老人工啊 都是对他们生产线 十分了解的人 有他们在 我只会生产出更好的产品 只要江伯伯开心 怎样都行吧 过两天 我想去探望他一下 去给我查 顾天宇到底是怎么办呢 仅仅一夜之间就生产 和我们一样的产品 而且瞧得我们30%的市场份额 江总 据我所调查的 他们的产品不仅品质更高 而且价格低廉 和我们的并不一样 一定是林志摩告诉你 顾天宇和江氏集团的 市场销量份额 既然这样 林志摩 我就提醒提醒你 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 咱们江家的市场份额又锁水了 看看把老东西 自作孽不可活呀 都是你养的好女儿 吃力爬歪天天帮着外人对付你自己的公司 我的公司 是你从我手里抢过去的 我是一步步看着你如何走到今天 那他也姓江 你赶紧跟林志摩说让他助手 不要那么不要脸处处帮着顾天宇 逆子 你觉得我还会帮你吗 你 江总 你助手 你疯了吗 竟然想打江伯伯 你来得正好 我爸有话给你说 爸 你也该得考虑大学 您身体刚恢复 千万不能再生气了 什么 你是要帮顾天宇对付江家吗 江城抢走了您的公司 我虽然不能帮您抢回来 但是顾天宇答应我 等到江城彻底被打败 会把得到的一半都给我 那你是为了自己 我一开始就打算 等您醒了 就把这一半还给你 纸墨呀 我是怕委屈了你 顾天宇和江城啊 都不是胜有的灯 顾天宇对我很好 但是还您公司这件事情 我一直瞒着他 你也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 最近林纸墨频繁出入江家 你还说他是清白的 欧阳威上次我说过 上次是我错了 所以这次我希望江公补过 最近江振华景 只莫指示去探望他 只能说他是有个感恩的人 天宇 可是这样也代表 他跟江城能经常见面了呀 你想想 他们之间可是谈了七年的恋爱 而你们呢 认识七个月还不到了 七年的感情 哪是说放就能放了呀 天宇 你可得小心了 你们忙了吧 我没什么事 顾总 签字 语气冷冰冰的 吃醋了 吃醋 吃谁的醋 欧阳威吗 放心 我还是很信任你的 上次你不是说喜欢我做的汤 快尝尝这次有什么不一样 嗯 不错 老公 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 要是我们赢了江城 你把索德分给我一半 记得 不过现在我们只是赢得了一些利润 还不足以打败他 那最近赚到的钱 可以先分我一半吗 嗯 就算我提前之取了 你想买什么 我直接给你买 嗯 直接把钱打到我招户里就好 好吧 我明天让他 赵芹 查一下纸墨最近想买什么 这个傻丫头 就怕她最近没钱 还不敢找我要 好的 江伯伯 这些是故事集团赚到的钱 先还给您 傻孩子 我现在这个样子 要这钱还有什么用呢 还是你留着吧 我也算没辜负你爸对我的托付 这些就算是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您应该收下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您就收下吧 都不要啊 那就给我吧 江城 把银行卡还我 这本来就是我的 林志墨 你个吃力扒歪的东西 就这点 根本不够你欠我的十分之一 欧阳律师你不能这样 你可别碰我赵芹 否则我可以告你职场性骚扰吗 这么劲爆的消息 你怎么给我早拿出来 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再说了 我还怕影响顾总和顾太太之间的关系 我可不怕 天宇 我可不怕 看看赵芹查到什么 那个狐狸精终于露出尾巴了 林志墨居然给江城转了一大笔钱 不 要不我再查这 没准之间有什么误会 那有什么误会啊 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 天宇给林志墨的卡 钱转到了江城的户头上 那个林志墨 之前可能是生江城的气 现在气消了 又想回到他身边 毕竟七年的感情 够了 你在公司是不是太险了 闲到用上班的时间 来管我的私人问题 天宇 我可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还怨请我来啊 都给我出去 还记得这是哪儿呢 林志墨 你愿意跟我做真的夫妻吗 我记性还不错吧 志墨 上次给你的钱 你花掉了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如果江城现在求着你回去 你会答应 当然不会 顾天宇 你今天有点奇怪 有什么话你直说吧 那为什么钱 跑到了江城的账户里 顾天宇 你调查我 难道在你眼里 我就那么不堪 事到如今 我还会舔着脸回去吗 那你给我个解释 至少给我理由 江伯伯醒了 我想把钱还给他 谁知道半路被江城抢 真的是这样 信不信有你 反正你已经派人调查我了 说明你已经不相信我了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也是怕你没钱花在查你 那你问啊 为什么调查我 我自己打车回家 不用管我 你放手 放开我 给我回家 时间来到 你去给我做饭吃 这都几点了 而且出门前 你不是刚吃过晚饭吗 我想你失业是要不行吗 行 你等着 放下 一点时日都没有 重做 你不是已经心情了女佣吗 觉得我厨艺不足 你找她做去 顾总 您不用再喝了 也许太太她没什么话吗 我不是怀疑她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她遇到任何事都不过我 难道她不知道 她出了什么事 我会与她跟着 少爷 也许 林小姐是怕 怕伤害到你 担心你的 哎 天宇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一个人喝酒都很意思啊 要不我陪你 我 你 喂 什么 顾天宇喝醉了 还和欧阳威在一起 啊 我现在过去 顾天宇 跟我回家 跟我回家 林指墨 天宇现在根本就不想看到你 他只想跟我在一起 我现在没心情和你纠缠 顾天宇 你是继续留在 还是跟我走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 他是谁 他是谁 欧阳威 我呢 天宇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 林指墨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的老婆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老婆 老婆 你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老婆 你听见了吗 天宇 他可是惹你生气的人 聊下来 天宇 他可是惹你生气的人 聊下来 我们还可以一起好好喝酒 开开心心的 谁让你碰我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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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呢 现在顾天宇就像个小孩子 恐怕 得我哄他才能听我的话 乖 跟我回家 我帮你擦干净 别碰 走 走 谢谢 谢谢 欧阳辉 江城 小云 他们都是坏人 他们想见我老婆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乖 我不会跑的啊 先把手放开 我不 你骗人 我一放开 你就跑了 怎么起那么早 昨晚折腾一宿 我昨晚做什么了 你不记得了 这叫我终身难忘 顾天宇 那个撒娇的语气 是跟谁选 我昨晚做什么了 这个月竟然亏损这么多 再这样下去 我就把你们全开了 江总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可是 儿子那些老客户 现在都跟顾天宇合作了 林执墨 林执墨 又是林执墨 透露给顾天宇 好啊 既然你不知悔改 跟定了顾天宇 那我就把你们两个 一起悔了 对不起对不起 你怎么干活的 把你们老板叫来 先生是我错了 您千万别叫我老板呢 我才找到这份工作不久 我协赃了 我从小就在顾家长大的 他林执墨才来几天呢 就让少爷把我开除了 只要你曝光他俩是假结婚 那你这个仇就报了 不行 这样对少爷也有影响吧 我一直在顾家别墅做女佣 从林执墨住进来 他就和他顾上分闯睡了 所以您十分肯定 顾天宇和林执墨就是假结婚 欺骗大家 我十分肯定 为什么要骗我们 太过分了 不然我还以为他们是模范姑亲呢 听说顾天宇是为了戏降城 利用林执墨 但太激热了大片子 再不买布置集团茶叶 我也把茶叶退掉 嗯 我怎么不好了 现在七六八门都堵在路上 非要采访太太 好我现在过去 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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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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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少顾少您跟林执墨究竟是假结婚 还是说林执墨同时脚踏两只船 跟您跟江少徒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澄清这件事的 是我追的林执墨 而且我们已经结婚领证了 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 什么时候说要办 上次那场抢婚不算 执墨 我要给你举办一场世纪大婚 并且向全世界转播 让所有人见证我对你的沉默 郭杨律师我看你还是算了 感情这种事呢抢究两情相悦 你呀少费心思在顾总身上 你应该找一个真正的你爱的 你不过是个司机 有什么资格评论我的事 就算天眼有个喜好林执墨 等他发现他一无是处 就会发现我才是最适合他 你真不知道谁爱的 喂 执墨 我已经到楚祥宴饭店了 你那边还顺利吗 今天见那么重要的客户 你还惦记我的事 有赵清陪我呢 放心吧 好 试婚纱很重要 但是呀别忘了吃饭和午休 对了 我听说赵老板是个特别感性的人 不知道这条行报 能不能帮到你 放心 我对咱们的茶产品 十分有信心 沈默 你知道吗 如果再把这个大客户抢过来 江城就彻底失败了 诶 天宇 你说瞧不瞧 我今天就在路上遇到了江城 他有提议非常有意思 后来你听他 听了你们两家公司的方案 我觉得都非常不错 至于跟随合作 我会再振着振着 江少的计划书做的可真是详细 看来是有备而来 不过我很好奇 江少是怎么知道我在处乡 宴见赵总的呢 这不还多亏了纸墨啊 他听说赵老板要来凌晨 第一时间通知了我 天宇 这次咱们可是公平紧张 江少可真是会开玩笑 纸墨每天都跟我黏在一块 他有没有通知你 我会不知道 哪位 略略乃查林锁定的赵老板 最近要大批采购上等茶叶 林直播知道这个消息 已经告诉了顾天宇 要是不想失去这个大口鼓 你知道该怎么办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机会就在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万一你是顾天宇 还来算计我的 机会就在你眼前 不相信我 可是你的损失 我凭什么告诉你呢 顾天宇 别以为你有了林直播 就一定能赢了我江家 哎 生意不成仁义在 大家没必要因为一次合作 闹成这样 赵老板说的是 就像有时候输赢早已注定 我会因为一次侥幸而改变 我顾天宇 还是很有耐心等下去 听说今天有特大暴雨 直播要下暴雨了 你让赵秦送你回家 赵老板 跟您谈时 你还惦记着他的女人 这般三期而已 你把这个意见给他 您放心吧 抱歉 赵老板 打断了商财 我自罚一杯 我觉得自罚就没必要了吧 你一向来是生一滴女人第二 我看你的心思都在林直播身上吧 哎 话不能这么说 实话告诉你们俩 我和我夫人关心就特别好 这次投资开连锁店 就是想纪念我们俩 在奶茶店第一次相遇的事 打扰了这位小姐 我着急去办事 再等司机来接我 她去举车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知道在哪能叫到冲锁车吗 这个地方很难叫到车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们有车 可以先送您一趟 怎么好意思打扰你时间 没关系 反正我们也没有其他安排 这天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快上车吧 刚才看到天宇给太太打电话 我觉得特别温馨 面对这么一大单声音 她还没忘了关心太太 从道理上讲 你们不分上下 但从感情角度 我决定 把这次合作机会交给天宇 感谢您对故事集团的信任 张总 张总 她跟林指摩就是假结婚 她一直在骗你呢 对吧 江少 没有一句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我可以作证 少爷 好久不见呢 小云 在顾家工作了十几年的女佣 天宇 这一点你承认吧 那又怎样 自从林指摩驾到你家 你们一直分床水保持距离 这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夫妻该有的样子 对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顾总 这话可是真的 她这些可都是演给外人 刚开始确实是这样 不过 刚刚顾家大少爷竟然是一个伪君子 还说什么夫妻恩爱 赵总 您可别被顾天宇骗了 她这些可都是演给外人看的 既然这样 合作的事 我就再考虑一下 老公 你怎么来了 路上碰到一位找不到车的女士 没想到竟然是赵总的夫人 老公 咱们司机第一次来凌晨迷路了 还好路上遇到指摩 我才及时赶到的 赵太太 真有这么巧吗 林指摩 你不会为了帮顾天宇 连赵太太都发现吧 年轻人 说话要有分寸 刚开始遇到指摩的时候 是我主动要她帮忙的 老公 路上的时候啊 指摩讲了她和顾天宇的一些事情 那些细节啊 很浪漫 好幸福啊 我一看到天宇和指摩 就想起了我们俩年轻的事 是啊 老公 要不然 我们就跟故事合作吧 我喜欢指摩 也想交她这个朋友 没有 我本来也打算跟天宇合作了 赵总 这合作的事可不能感情用事啊 您是知道的 而且 女人动什么 她们的话可不能听了 江少 你别激动 以后也许我们还有合作机会嘛 大家难得聚在一起 来 干一杯 赵总这个大客户就这么被顾天宇给抢走 不过这故事集团也没有表面看得那么坚不可摧 你指的是什么 给你打匿名电话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顾天宇身边的人 没错 但是 她的目的是什么 想知道答案 把它找出来不就行了 喂 小李 我现在给你个电话号码 限你三天内给我查出来 到底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到底是江少龙太笨 还是林志摩太幸远了 这样都不行 我是江城 那次那个匿名电话我已经查到 是你打给我的 所以呢 我想跟你再合作一次 我有个办法 保证这次能把赵老板抢过来 你说 我等了你好久啊 欧阳律师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说出去 我就再也不够帮你 我就是很好奇 顾天宇不是你的人吗 你为什么要出卖他 我不是出卖天宇 我只是不想让林志摩立功 赵老板是林志摩推荐 要是生意谈成了 就是他的功夫 就是他的功夫 再这样下去 天宇就这么可能拟开他 可安文欧阳律师喜欢顾天宇很多年 看来是真的 你别废话 我把赵老板的酒店住址和房间号给你 你一定要说服他 不要跟故事集团合作 而且 要让林志摩背锅 很好 哎呀 你又长眼这么大明天的 带什么墨镜 这不是江城的女朋友冯家雪吗 我记得外界传闻 她已经怀孕了 江城才答应娶她的 她怀孕是假的 今天晚上那个打扎鞋可真好吃 你看那个蟹黄真饱满 等咱们再来凌晨的时候 还要去那家吃 好 我同意 你看隔壁的房间 怎么门被锁呀 不会是见了贼了吧 走 你去看看 哎 教授 你这是干什么 不 不要管我 让我去死 就算生意谈不上你也不能这样啊 我是因为失去纸墨 不知道怎么继续活下去 哎 那个纸墨 不是和顾天宇是夫妻吗 我真是挺糊涂了 来 这什么来 下来 下来 下来聊来 来来来来 小心点 全林城的人都知道 我和林指摩在一起七年了 我一直把她当作我的唯一 可就在半年前我和指摩的婚礼上 顾天宇突然出现 把她带走了 这事我倒是知道 但是不是你先毁婚的吗 那是因为我突然发现 林指摩竟然脚踏两条船 她一直瞒着我在私下跟顾天宇交往 我认识的指摩 不像那种心机很深的女孩子呀 如果不是这样 顾天宇怎么可能会出心 她又怎么可能会跟顾天宇走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恐怕要厌世很久很深的感情 才能做得出来 看来这林指摩还真的同时在跟两个人交往 真是知人之女不知心 喂 赵太太 我刚开完会 听说赵总要跟江氏集团合作了 她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哎 指摩 我们老赵挑想合作对象 对人品要求很高的 你以前跟江城顾天宇同时交往 才搞出抢婚的事情来 你这样的女人 也没办法成为我的朋友 是谁跟你说我脚踏两条船的 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在地 我肯定不能出卖知情人 总之 我很讨厌你 以后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哎 您好 您拨叫救护暂时无法接通 请您稍后再拨 我对您拨叫救护暂时无法接通 为什么 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 我明明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为什么 为什么咱们总是 我一定要让天宇知道 最后 能帮他打败江城的 只能是我欧阳威 而不是林指墨 林指墨已经失败 现在 该是我上场的时候了 只要我立了功 天宇就一定会醒悟 只有我欧阳威 才是他人生的 赵总 赵太太 很抱歉打扰你们 我是欧阳威 你们共事集团的人谁都不见 赵总 林指墨个人的错 不能算在我们整个集团的头上 您听我给您解释 我这有详细的介绍 不管你是谁 我们不想听 你再不走 我就叫大唐经理了 可是 大唐经理 你们怎么什么人都要随便进呢 女士请吧 怎么这样 行 你一定要往天宇把生意抢回来 然后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我的光 还有什么办法呢 直到今天才来跟我道歉 你不觉得太晚了 江城 如果当初你直接问我要股份 我也会给你 何必虚情假意跟我交往了七年 故人毁掉我 现在又污蔑我和顾天宇呢 直接跟你要股份 你当我傻吗 全世界谁不喜欢钱 我知道你跟顾天宇不认识 临时抓了他充当心脏 恨你就恨在你竟然真的跟他走 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停止污蔑我出轨顾天宇 很简单 我要顾天宇和你 从临时录地消失 那你要怎么样 才能停止污蔑我出轨顾天宇呢 很简单 我要顾天宇和你 从临时录地消失 哎 你们简直是胡闹 江城 你现在已经落伏到靠污蔑我来抢 江少就这么没有自信吗 也对 你们的声音已经一落千丈 就等着赵总的资金就齐呢 顾天宇 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故意陷害我的 你才是世界上最遗憾的人 林指墨还不是靠一件赵太太得到的给予 走狗时运有什么好炫耀的 既然这样 那就比试比试吧 既然你们都不服气 那么这么忙 三天后 你们觉得就把你们最好的茶拿出来 让我挑选 好到时候 我们看谁家的茶好 就用谁家的茶 我们同意 好 没问题 纸墨是有很多年的泡茶经验了 没想到冯家学也不茶 也不看是谁调教 这个我可是托人从赵老板的家乡寄过来 他那么年轻 只要遇尝到家乡的滋味 肯定会跟咱们合作 放心 我会好好泡这个茶的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这种句话 赵总 赵太太 如何 不是 我们决定 还是选择 故事 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 我给你的茶呢 我给你的茶呢 这就是你给我的那个茶 投家学 你给他出卖了 你怎么打人呢 要是我把你假怀孕的事告诉江城 你猜他会怎么样 千万不要 其实我家的矿山早就被封了 我只有嫁给江城 我家才有翻身的机会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你 我家的小人 我都答应你了 你还要有什么事 我都答应你了 你呢 我都答应你了 你呢 什么?江城破产了?怎么会啊?我不过就是输了一场竞标,怎么就破产了呢? 冯小姐,你不知道,少爷的公司早就进入了亏空状态,很多股东也撤资了,他就想靠这次竞标周转资金呢。 本来想靠江家,现在也靠不上了,怎么办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江总,就算你放了我走,我还想继续的,我在想什么? 你一个废物,我留你有什么用啊? 江城,你还是不知道我会干的? 你滚! 在十分钟前,我已经买下了整座僵尸大厦,现在该滚的? 是你江城? 对了,三天之后我将和纸墨大婚。 我会在最角落的位置,给你留个地,给你留个自尊心。 恐怕,你也不想别人注意你这条藏家之犬吧。 胡天宇! 胡天宇! 嘘! 把他赶出去! 不许再靠近大厦一步。 自己醒了 江总 不好了 冯家学要把家里的古董 之前的全都拿走了 冯家学你什么意思 你都已经破产了 还问我什么意思 告诉你江城 我根本没怀孕 拿走的那些东西 就算带来个分手费吧 林芷末 我今天这样都是你害的 你想这么就算了 没梦 天宇 你为什么还不让林芷末走 你知不知道 这次全是靠我做冯家学的工作 我们才能赢的 欧阳威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江城报信的吗 那我也是为了 为了挤走林芷末当上顾太太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 你说什么 天宇 我们可是这么多年的老朋友 朋友是这样的吗 你自己走吧 给我找人送你提面 顾总 你叫我 我打算把江城的公司还给江城报 他是你爸爸 就算给你的彩礼 嗯 多谢顾总 还有啊 以后别叫顾总 叫老公 这不是在公司吗 让人听见了多不好 赵琴 赵琴 滚出去 我妈说了 想要咱 三年报呀 五年报仨 这 顾太太 你一下如何 这目标有点高 你紧致 是怀疑我的能力不行 还是你的 顾天宇 原来你 林芷末小姐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顺境逆境 富裕和贫穷 健康或疾病 都永远于顾天宇先生 不离不弃 永结同心吗 我愿意 顾天宇先生 你愿意从今以后 无论顺境或逆境 富裕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都永远于 林芷末小姐 相亲相爱 不离不弃 我愿意终生相伴吗 我愿意 我反对 刚刚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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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吗 跟我做的呀 差太多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是沫胃口最近很差 没有啊 这让我想起 当年我老婆怀孕时候的情况 就这样 好 就这样 我愿意 是 我愿意 有什么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